建立頂端列 這會建一個月 我們把剛剛的地方重做一下 因為它原來是抓那個位置 可是這個位置現在已經不見了 所以你下它的清單 它現在點應該沒效 這個點也沒效 因為我把它搬家了 所以必須再到資料裡面 所以找到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清單這個地方來源 因為我把它搬家了 所以它找不到 那怎麼辦呢 F3 這邊改成年 也就是說將來 我就把它放一個位置就可以按確定 這邊的話一樣 資料驗證 改為 DelizeDL F3 按一個月 按一個確定 再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下拉清單就OK了 那月份的話也OK了 不過另外我建議各位 就是說 其實月份 應該 永遠不會變的 沒有說以後一個月變13個月 也不會說變11個月吧 所以如果說永遠不會變的啦 資料驗證的時候我建議 你甚至可以不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乾脆用什麼 固定式的 什麼叫固定式呢 就是一 對 對 對 這邊的話你可以 對 對 對 就是中間的話呢 都加上什麼 加上對 對 這樣就好了 也就是以後你的下拉清單 永遠不會變的 永遠不會變的 或者幾乎不會變的 那我建議你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比那個定義來的更固定 資料都在這邊 你也比較好找 不然的話定義的話 將來定義在哪裡 你恐怕要維護 你還要去找一下 那如果說你放在這邊的話 那將來呢 你就直接在這邊維護就好了 而且基本上 12個月絕對不會變動 所以這個資料應該做一次就好了 以後也不用變動 所以我比較建議就以後如果你那個下拉清單的資料 不會變動 像什麼 男女 應該也不會變的 不會在第三性吧 好像有可能 因為內政部好像在規劃了 性別來要取消 或者性別來要更改 這邊如果不會變動的話 那你就按確定 向下 有沒有 一樣 結果都一樣 所以 看你哪一種方式比較彈性 因為資料驗證 基本上可以用至少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原來的方法 但是那個方法我覺得比較不好 比較好的方法是用F3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資料固定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有一個 哪一年的 哪一個月份 這個時候接下來 我們就要了解 這個有四個問題 分別把它完成 那這個下拉 這個部分的萬連力就產生了 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第一個會是用那個函數的方法來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